受到疫情的影响停航近两个月 新宇航空桃源到槟城航线 在今天18号正式复飞 只不过第一天只有20多名乘客搭乘 主要当然还是受限于双边的入境管制 台湾目前仍然需要居家减14天 22号开始符合资格的短期商务课 才可以缩短到7天 而马来西亚也在8月底前 也只有持有大马护照的旅客才能入境 烧了观光课 新宇等于是象征性的复飞 因此旅行社评估了 机票价格可能得等到8月后才会降价 恢复市场机制 国内疫情逐步趋缓 新宇航空再宣布恢复一条航线 桃源冰城18号重新上线 不过复飞首日搭乘人数只有20多人 主要还是受限于双边的边境管制 接下来25号还有一班 7月份也同步申请中 不过复飞后近期票价却高得吓人 因为你这时候去的人 他一定都是飞去不可能 所以他都只卖最贵的仓的 新宇航空桃源飞槟城来回 6、7月网路搜寻价格16000多元 8月后才降回9000多元 旅行社认为因为台湾入境 仍需14天居家检疫 22号从马来西亚来台的短期商务课 也必须提出新冠肺炎检验阴性报告 才可以缩短一半的检疫期 至于马来西亚8月底前 也只允许持大马护照入境 少了观观客搭乘 新宇航空等于是象征性的复飞 但8月以后陆陆续续有一些航空公司 它已经有一些航班 它是慢慢恢复的 可能航空公司预估 8月份可能会有部分的航线 是会开放的 所以这是目前大概大家的预估 刘达仁在脸书做调查 只有28%的人看到便宜机票 愿意下手 7成以上民众 今年完全不考虑买国外机票 因此建议航空公司 想做促销稀客 出发日期最好可以到明年的上半年 像是虎航破例提前贩售明年过年的机票 价格上也是往年的7到8折价 只不过全球疫情不确定因素大 消费者下手前退改票机制 还是要看清楚 记者之前干人地的报道